歡迎光臨 哈囉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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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收看小明星 前陣子就是你只要走出門 就是那個熱氣好不舒服 然後走幾步就覺得 汗流到不行 但最近覺得有一點涼風了 很舒服 我們的秋天來了 我覺得秋天真的景色 非常的宜人對不對 我們的樹葉會從綠色轉為黃色 再從黃色轉為紅色 對不對 而且什麼時候拍都覺得很漂亮 而且天氣變涼了 心情也變好 沒錯 我覺得不只是我們有那種秋天的感覺 像我們新住民 南非啊 泰國啊 也都有那種秋天的感覺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就要來好好聊聊 各國的秋天你們在做什麼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好 所以各國你們在秋天都會做什麼 因為我覺得像是台灣秋天 就是很常要去看醫生 因為你知道 因為 我整個人都會 對 對 我最近健保卡一直拿出來用 我很忙耶 對 很累 但這就是秋天的感覺 對 那你們呢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Kilda 因為身為沖繩人 我一定要介紹 秋神有秋天嗎 秋神有秋天嗎 有 有 秋神有秋天嗎 好不好 有 有 好 我今天想要介紹的是 參加 參加 哪里搞 對 拔河比賽 但是那個不是普通的拔河比賽 對 這是秋神的 是拔什麼呢 秋天憲 拔什麼就是繩子 對 秋神的秋天十月每一年舉行的一個 一個 哪怕 打國比賽 人拔 對 我以為是鄉里之間的小遊戲而已 沒有沒有 不是小遊戲 這是日本秋神那個三大祭典之一 對 日本也可以說是哪怕最大的那個祭典 其實歷史也滿久的啦 它的目的是就是秋天的時候 大家就一起做拔河比賽 然後 祈禱就是世界和平跟幸福 對 然後呢 這個拔河是你看得出來嗎 就非常大 很強的繩子耶 這個是 以前是被金氏紀錄 世界第一名有被認定過 這個繩子 你看得出來就很長吧 對 長度是186公尺 然後它的重量是40噸 很重耶 而且它的那個寬度是大概150公分 150公分 150公分 對 那怎麼拉呢 對啊 怎麼拉 怎麼拉 抓那個繩子 大的那個巨大的那個繩索旁邊 還有小的那個繩索都是出來 對 所以大家可以這樣子參加啦 對 然後呢這個是誰都可以參加 我們觀光課也可以嗎 觀光課也沒有問題 所以每次大概是一萬五千個人 要參加 然後一萬五千個人都拉 然後今年是10月8號 這個就行了 所以不知道這個播放這個 可能來不及了 可能來不及了 是 是 理由 有禮物吧 當然有 你看 你最喜歡禮物嗎 我就知道 對吧 這個理由呢 合流 這個八戶比賽結束之後呢 你看到這個小的那個繩索 對 這個是這邊的那個スタッフ 就是人員 他幫你撿起來 然後你可以把那個繩索的一部分 可以帶回家 這個小繩索呢 不只是紀念品 不只是紀念品 還是有那個 他 據說 他有那個 帶來一些好運 對 所以 就 你有機會10月去衝繩的話 一定要參加這個八戶比賽 好的 去玩不一樣的衝繩 好 接下來 泰國 泰國大家都以為 泰國沒有秋天 對啊 應該沒有吧 一年是夏天嗎 其實泰北有秋天 然後我們的秋天 天氣非常的舒服 大概 真的 那邊風景非常漂亮 我有準備照片給你們看 你看 泰國北部 對 然後你看到他們山上的花 都開得滿滿的 很漂亮 對不對 對 很像春天 很不像歐洲 很不像泰國 所以你們秋天反而會開花 對 然後天氣會比較涼一點 這樣子 會剛剛好舒服這種 然後泰國秋天 必要做的事情是 去河邊放水燈 水燈節 對 因為泰國的秋天 我們會 因為泰國會辦一個節日 然後那個節日非常的浪漫 就是水燈節 希望就是河裡面的神明 把不好的東西跟著水燈一起帶走 但是泰北它比較特別 因為它不只放水燈 它還會放天燈 那你們前燈會寫願望嗎 我沒有 我們這邊沒有 但是你可以寫 對 我們會 我們泰國喜歡取願 就是你在放之前 心裡面 對 先取個願 然後就會放進去 就一樣跟水燈一樣 就是希望把不好的東西都帶走 對 所以他們 你那一天上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天上的跟水燈 都是滿滿都是亮亮的水燈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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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大家的希望跟著 對 非常的浪漫 好求婚喔 這個時候 對 水燈節當天 我們還會舉辦一個 小姐選美比賽 對 然後我們的 他們的很特別 就是說他們都會穿 泰國的傳統衣服 比賽非常的 特別就是 他們會走路很慢 很慢 慢到 所以平常沒那麼慢 就是很慢 就更慢 好可怕喔 就是有點下手扶梯的感覺 很慢 然後講話也很慢 很溫柔 但是很特別 對不對 然後今年嘴飯在大概十一月中 所以節目播出去 你們還可以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對 這比賽會不會三個小時 都在走路啊 太久了 都還沒走完的 不然太多了 而且說到服裝 今天其實我們來錄影之前 製作單位提醒大家 今天我們是講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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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賓都很認真 都很認真 很棒 反觀這邊 有啊 反觀這邊 有啊 會有人本身是芭比 芭比 紅色芭比 芭比 最過分的就是芭比 芭比不是秋天 這是秋天的啊 芭比的冬天也是這樣 秋天也是這樣 好想夏天 OK 四季人 在匈牙利的秋天 大家都在做什麼咧 我覺得匈牙利的秋天 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因為匈牙利人秋天的時候 做什麼 在路上跳舞 是有音樂嗎 你們其他季節都不跳嗎 要秋天嗎 要跳秋天嗎 馬路上馬路上 所以如果你們去 雙牙利秋天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多的雙牙利的人 他們穿傳統的雙牙利的衣服 這個活動叫 Suretti Favonu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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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秋天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對我們很重要的東西 這是我們的新酒 紅酒還是白酒 所以我們很開心 我們在路上邊有一個表演 每個陣子有一個表演 所以可以去舞蹈牌室 還是其他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好玩 小孩大人多去跳舞 現在我的朋友拍一個影片 我給大家看 好 看一下雙牙利的秋天 哇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而且你在跳舞 超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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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她也沒有嗎 好好玩喔 對 其實真的很好玩 艾琦 但是她也沒有穿上衣服 很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艾琦 她是伏迪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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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球员 你们球员好童话故事 真的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要推荐大家 如果你们去松亚里买什么酒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白酒红酒都有 然后我们最有名的酒是这个 这个名字是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应该这个是不知道三号吗 有一号 二号 三号 五号 六号 到六号 六号是最甜的 所以这个很甜 而且这个比较贵 可是有不同的名牌 可是我觉得最便宜的 上次回去的时候 买最便宜的是两百块 台快币 两百台币 最便宜的才松亚里买的 所以而且我觉得 松亚里就比法国就好喝 而且 好 这个也要打眼了 有他打眼了 比他好喝 这个一个小话吗 不知道 好 打你这个 那不行 不用客气 很可怕 這是我們的紅酒 就是英文說Bull's blood 這個可以看到這個動物嗎 對 這個非常好吃 這個聚雄亞歷一定要喝 一定要喝 對 這個兩個一定要喝聚雄亞歷的時候 感覺你們今天好開心 對 又是喝酒又是跳舞 這個城市都好開心 很熱情的感覺 對 真的 OK 好 那南非呢 那我覺得大家講到南非 可能也都覺得都是熱 就是一直都是熱 但是其實我們也是會有秋天冬天 真的嗎 對 真的 真的 有 有 有 所以我們在這個季節的時候 其實想到開普敦會非常漂亮 那其實剛才Barbie有提到那個酒 Barbie 她加上Carbie Christina Christina Barbie 她剛才有提到酒 那其實我們開普敦 也是有很多酒的那個葡萄的農場 對 現在其實秋天的時候 會看起來像這樣子 非常漂亮 我覺得我們都聞到酒香了 顏色真的就是那些葉子 顏色會變黃金色 所以非常非常的美 你呢 你敢不敢說比法國好喝嗎 我跟法國沒有什麼惡意 對 沒有比較 沒有比較 虛擴力比法國好喝 他們比虛擴力好喝 對 對 大家都不喜歡不同的口味 就是自己去吃嘛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去南非要做什麼呢 秋天是蠻適合去看動物 對 看動物 有特別是什麼樣的動物嗎 就秋天才還出來嘛 不是一年 今天是在講什麼 對 不要這樣放棄啊 一撕就算你還沒講 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對 沒有 基本上就是 大家去非洲或是南非嘛 都一定是去看動物 對 但是我會建議其實在這個季節去看呢 其實也是因為我們的草啊 牠可能都是會比較平比較短 所以那在這個季節時間去找 是比較好找到這些動物 然後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也是很多動物 牠們會在遷移搬家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可以看到這種畫面 但是的確還是會鼓勵大家 可能去北非 北非有比較最壯觀的一個畫面 那個地方才比較看得到多一種 但是南非還是不同的那個保護區 都可以看到這些動物 那在這個時候看是很適合的 而且我覺得秋天的天氣 讓牠們覺得比較想出來 不會整個人熱啊 對 太熱可能會比較舒服一點 是是是 沒錯 OK 我講到美國 我們所謂的大家嘴巴都說 紅葉 黃葉什麼 真的要到美國很北邊的地方 才會享受得到 然後這個州就是美國叫 佛蒙特 就是Vermont 它是第一個開始換顏色 尾的將到紅色 然後它的葉子 因為很多Maple tree 就是都那個楓葉醬的 這種樹很特別 它不只是有紅色跟黃色 它也有 對 還有紫色 所以它變顏色的時候 非常比其他的樹還更好看 你九月出去 就可以享受到非常漂亮的風景 很明顯感受到秋天的感覺 對...可是我們住麻省 也是你的園子裡面 會落很多紅葉 那孩子很愛 大人討厭 因為你會掃 真的 你要花好幾個鐘到掃 可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等一下 我忘記打開這個 必須做 必做 就是 跳進落葉堆裡 好好玩啊 不輸給冬天的時候 不是下來做一個雪人 或者一大堆 然後你跳到裡面 很好玩 剛稍好做 問題不大 可是這是有一些危險 因為這個跟雪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比較活躍 它是活著的 椰子還是活著的一個 東西 對 所以你堆在那邊 比如說三天到一個禮拜 不收 那裡面很容易 老鼠跟蛇非常喜歡 裡面會有一點絲 有很溫暖 所以對牠們來講 是非常棒的一個 所以有時候你壓下去的時候 會有蛇把你捆起來 好有啞啞啞的聲音 蛇進去找老鼠 有另外一個更慘的一個悲劇 就是說 孩子很喜歡玩一個 什麼捉迷腸 對 你看像這個比較 比較向下 比較郊區的 一個路 然後旁邊 牠的葉子就堆在這邊 在旁邊 對 那有些孩子玩那個捉迷腸 對 撐到裡面 好意思 車子來聽車給它壓 每年都發生這種 所以對這個要 真的 反正大家都是大人 對 我小時候沒有那麼可怕 我這個也是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我家也是很多野者 然後可能也是那時候 看很笨的美國電影 然後我說很喜歡這樣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笨 還是會先檢查有沒有這種 啥子什麼 危險 對 沒有 我沒有聽說發過那麼多這種問題 那是小時候很喜歡 但是如果台灣也有這類的 我建議不要做 因為台灣 好可怕 如果不是檳榔的那個 塗...那個塗蛋 不是蟑螂 蟑螂一定是很喜歡在裡面多 所以... 偶爾還會有狗屎 沒有... 不是 台灣人還是會去煎 台灣人會 法國人不會 沒有我們講說那個是肥料 所以把狗屎掃進去 因為熊野裡也一樣 我們也有很多的樹 然後我小時候也非常討厭 因為我們的家有很多的樹 然後每次爸爸跟我說 來來來幫我掃 然後我每次很累 可是後來我發現 在熊野裡我們有一個其他的方法 我們覺得大自然的東西對我們很好 可以做很多的東西 比如說我的家旁邊有很多的栗子樹 然後我們可以DIY做很多的栗子的東西 很多的動物 小蔥 所以這麼漂亮 葉子有很多的葉子可以做動物 還是可以做其他的東西 這是... 這個是一個... 裡面可以放東西 然後你可以放你的咖啡杯子 哇... 很像餐點 對 所以... 我覺得大自然這麼厲害 這麼對我們這麼好 可以找到這麼多很漂亮的東西 加拿大楓葉這麼多 有這樣子的東西嗎 比較少耶 我們也是很多楓葉 但是我們都是在掃地比較多 然後我們都鋪滿了楓葉 然後就是掃... 你們已經沒有濾鏡了 已經沒有童趣了 因為你們有不少 造成環境污染還會被罰錢 對... 這邊是莫怪 這邊是現實 沒有這麼通話 完全不一樣的 那個栗子對法國人來說 也是很秋天 我記得小時候阿公 每次九月 十月 就說可以帶我們去樹林 然後去找這些栗子 可是會有一點痛 所以會...就是會玩...就是... 丟別人嗎? 對啊... 那個超痛的耶 就很屁孩 對...小時候就... 然後就...就是... 要等他掉下地上才可以去剪 我覺得太好玩 真的太好玩 很多回憶 那個...真的秋天來了 韓國的話... 秋天必做的就是... 家庭 對...這樣看起來有點奇怪 但是其實... 只有秋天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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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家庭感情不好 不是...不是...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秋天有一個台灣有中秋節嘛 但其實韓國有一個最大的名節 叫做秋席 叫初初 秋席 就是有點像是韓國版的中秋節 它日子也是一樣 就是農曆的八月十五號 對...然後就是... 它的節日比春節還要大 對...你們會不會連放三天 還是幾天的假 要看 但是... 這好像他們來說是過年的感覺 對...過年的感覺 它比過年的... 就是回娘家的人 比過年的人還要... 就是過年回娘家的... 對... 秋席... 秋席回娘家的... 比過年回去的... 還要多 對... 所以是一個韓國最大的節日 然後2025年的時候 好像可以連休九天 九天 這麼多 因為它中秋節可能三天 然後有什麼補休一兩天 然後還有什麼開天節 還有什麼韓文... 韓國...韓文節 對... 假起來就有九天 然後2028年有到十天 哇... 你們好開心耶 怎麼過日子這麼超前啊 對... 算到2025年 是沒有嗎 所以他們會想說 一定要活到2028年 當然啦 才可以... 才可以想說這個假的 那個要很難啊 大家 也沒有很難 才能撞到十天 對... 就是我們會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然後會做一些好吃的食物吃 就是韓國的一個... 叫松片 是會像年糕嗎 對... 它有點... 基底有點像年糕 但是裡面會有包餡 然後裡面長這樣子 是花生 裡面會有... 看家底 有甜有鹹 對... 有甜有鹹 都是... 大部分都是甜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很多... 這叫... 尖石井串 啊...我知道 那會有蟹肉 蟹肉棒 還有那個... 火腿嗎 對...火腿 然後那個叫什麼 蔥 蔥跟那個... 黃蘿蔔嗎 煙蘿蔔嗎 對... 然後煎雞蛋 然後煎上去 好特別喔 感覺好吃耶 煎完就是長這樣子 蛤... 這個傳統市場都有賣 對...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韓國還有玩很多遊戲 就譬如說... 玩這個... 花牌 喔 花牌 這不是只有年紀大的 長輩在玩的 對...花牌 不是很小就是很大 喔... 家庭有聚會嘛 對... 這就是... 是我之前在家裡玩的 跟爸爸... 媽媽跟姊姊 對... 然後他們還會有一些節目 就電視節目會有那個... 這是相夫嗎 對... 不是相夫是摔角 摔角 摔角 還有這種 很多... 活動 活動可以看 怎麼... 對... 而且他很貼心 你們這樣才有剪輯 他就不動 好貼心喔 對... 因為自己遇到表演者 會自己找剪輯點 對... 超專業 OK 法國 法國的秋天 對 法國必須要出的是什麼 去摘香菇 我們知道香菇會喜歡在九月 水月開設出來 在那個蘇林 有一種是很貴 很好吃 很香 松茸 Sect 我不知道 這個通常我在店裡面 是看不到 沒有買 通常是在市場會有 但是一般的店我... 森林裡面應該也... 我沒看過有買 但是就是要去... 如果是新鮮的那種沒有 或是朋友會給你什麼 好朋友會給你 對 因為這個滿貴的 然後我帶一個小筆記要給你們看 好 採香菇 我們今天要去做一個... 法國的一個活動 像鄉下活動吧 就是我們要去找香菇 然後不是普通的香菇 是很好吃的香菇 這個香菇在外面買得很貴 然後我們要去的地方 不是我們自己的樹林 但是一定是要認識 因為就很貴 所以不能隨便去人家的樹林 哦 這個樹林是私人的 對 私人的 剛才怎麼會知道說要剪哪一種 媽媽知道 你們要去看多少香菇 我去看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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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多少香菇 你去看多少香菇 我去看多少年 人生第一次找到 人生第一次找到 人生的耶 給姨媽吃 姨媽找到對不對 真的最好吃的耶 妳的第一個 Sep 牛肝菌 Yeah 找到了 真的 然後牛肝菌 我媽還會剪 超級好吃 我覺得那都是一代傳一代 因為媽媽教妳什麼事 然後妳再教姨媽什麼事 學不會 所以要帶給媽媽說 這個可以嗎 因為香菇很多有毒的 所以要吃 對 台灣你沒有種這種吧 對 而且有一些香菇 你吃了會暈 然後要給媽媽看 要聽媽媽的話 要給媽媽看 因為我們台灣會說 看到菇 我想你不要去碰喔 有毒喔 對 台灣的媽媽 而且我們有些人家裡 廁所也會有香菇 對 有香菇 有香菇 那門啊 門邊會有香菇 所以去法國 如果要採香菇 也是要找認識的 對 而且不能亂採 去叫我媽媽的 找妳媽媽 好 那麼什麼東西 是妳們一看到發現 秋天來了 日本秋天代表的食物是什麼呢 都是栗子跟芳食 所以秋天到了 日本的便利商店 開始賣很多用栗子 或芳食的那些甜食 然後我今天帶來 是一個秋天限定的 便利商店賣的 番薯的 用番薯的甜食 對 因為它的番薯很甜 所以它叫做蜜番薯 蜜 蜂蜜的蜜 蜜番薯可麗品 在日本的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在賣的 賣可麗品 所以我帶了 所以大家都 嚐看看 我們來試試看了 看起來 蜜番薯可麗品 這是便利商店賣的 對 便利商店賣的 不是 很精緻 很精緻 這個很像店裡賣的 我真的覺得好險 我沒有住日本 會變成竹籃 真的會變大 真的 真的會肥膩商店賣的 好香 它好漂亮 雖然是便利商店做的 但它一層一層 你是看到裡面 它不是亂亂的 它用料好 對 它的切面 好香 我覺得我要問法國人 因為甜點 對他們來說 非常重要 對 我 我一月的時候 有買冬天的這個版本 這有草莓 我覺得這個也更好吃 我以為那個 草莓的 是地瓜嗎對不對 對 我不喜歡吃地瓜跟甜 那是好吃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還有裡面有 我不知道大家吃不吃到 有稍微一個顆粒的 有 我有知道 有那個也是 栗子 栗子 叫地瓜的 對 所以這個也就很好吃 越嚼越香 好吃 超級甜甜的 非常好笑 是非常當典 大家都喜歡 其實現在甜不乾很壞 然後其實不只一個 我還有帶來另外一個 也是用番薯的甜薯 這個是番薯年輪蛋糕 它有兩層 紫薯嗎 一個是番薯地瓜的口味 好吃 部分跟原味的 很眼色很漂亮 眼色的用紋的 就能覺得吃起來都好吃 用蜂蜜蛋糕的香味 魚頭嗎 是,也是地瓜 番薯,我們叫做番薯 番薯 很好吃 我以為它很乾 結果完全不會 非常的濕潤 而且它上面那個是算紫薯 對不對,紫薯 我覺得吃起來又不到那種 超級甜 我覺得這時候來一杯茶 很幸福 咖啡,不錯 有 酒酒喜歡嗎 酒酒 很好吃 你覺得配咖啡 真的,等一下可以留給我 沒錯 我吃你搭配酒 搭配酒也可以 好,當然可以留 咖啡酒 我們來問一下歐美好了 來,洪三 好吃 可是第一個更好 好 你現在試試軟軟的 如果比較的話 但是滿有趣 很漂亮 對 我喜歡紫色的顏色 很美 我覺得很有秋天的口味 因為中上、夏天會吃很多水果 很多甜 然後這個剛好是那個秋天的口味 你想休息一下 不然那個太甜 所以好吃吧 很好吃 這是我的人性的 對,法國人認定 好吃 其實呢,除了便利餐廳之外 還有機會的話 你們去日本的時候 也去看看麥丹老 麥丹老 日本的麥丹老 這個時候是我每一年 每一年是他們一週月到 他們就開始販賣 月見漢堡 我們叫做月見漢堡 對,昨天限定 哪一見漢堡 他們呢,除了一般漢堡之外 還夾了荷包蛋 對 因為荷包蛋 它的樣子是那個白色 然後中間有那個蛋黃色 這個是看起來是一個月亮 對 但是真的是限定版 只有那一段期間才有 所以每次看到麥丹老 吃這廣告想說 中秋節到了 沒有這種感覺 對 好厲害喔 對啊 就當上 妳要介紹的也是 也是要講日本 那因為我想說 大家都很常去東京大阪 那我這次要講是九州 對,九州這個呢 它是叫做油布村 然後它這是精靈湖 然後它那邊就是 有一大片的楓葉 就可以賞楓葉 然後非常的漂亮 然後再搭配上食物 像是松茸 就會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再配上秋天的魚 然後再搭配上 秋天限定的清酒 而且這是秋天才喝得到 它就秋天釀製完的清酒 所有的食物 它旁邊都會有 就是很浪漫 然後又喝著秋天的酒 九州 對,九州 我覺得很適合去走走 秋天就是要這樣過 對 我覺得講到那個日本的賞風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知道 有多漂亮 可是應該大部分人都知道 像是東京啊 大阪、京都這些 那關係也是一個 很多人會去賞風的地方 我今天要介紹這個 應該是比較少人知道的一個 在地人的隱藏經典 它剛好是在 大阪跟京都的中間 對,它叫做新之鞦韆 而且你看我那時候 賞風的時候去是 完全沒有人的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光客幾乎 幾乎不會去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的交通 有一點點不方便 它剛好是在 大阪跟京都的中間 那如果你要坐地鐵的話 到一個車站之後 你用走路的 要走一個小時才會停車 那你怎麼擔心 那你怎麼擔心 走去在那裡,是租車嗎 沒有 它在秋天的時候 會有 對,可是其實很少人知道 就只有在地的人才會知道 所以你可以從地鐵站 坐這個巴士 大概二十分鐘就會抵達 然後它這地方非常棒的是 它其實是一整個山區 全部都是滿滿的楓葉 所以最棒的是 因為我覺得你走在吊橋上的時候 它是三百六十度 而且你看它的葉子的顏色 也很漂亮 這都是我自己去拍的 就是不是只有紅而已 是有黃、橘、各式各樣 剛剛說的紫色 因為我去的時候剛好是 可能它剛好在變色的期間 對,還沒有到整個 就是見晴紅葉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去這個新枝秋千 跟一般看到那種 看到人比楓葉多的景象不一樣 這邊真的沒有人 真的耶 對,很棒的一個地方 有時候去一下那種郊區 真的很美 對 不然我們去日本都是高樓大廈 然後都是人頭 然後沙瓶沙 對,東領 對,真的很不錯 那在秋天 大家就想說賞風賞風 但是其實去日本 大家還忘了一件事情 可以賞銀杏 有 對 所以我之前去看賞銀杏的時候 是去福島 然後其實福島現在的觀光 都已經是開放 然後很多地方都是很安全的 然後那些地方的那個銀杏 有些是那種百年老樹 不是說像台灣看到 可能有一棵比較稀疏 然後幾片葉子 它們都像那種國泰那種大榕樹 每一個銀杏都是這麼大顆的 然後旁邊還會圍著那個繩子 叫大家不要靠近 因為那些對他們都是國家的文化遺產這樣子 然後而且他們那邊的地板上 如果有風吹過 或者是被大雨打落之後 地板上真的是金黃色的地毯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在那個地方 我之前去的時候 還有地方叫 五七運動公園 然後那個地方它是 那個 銀杏一條街 它兩邊全部都是很高很高的銀杏樹 很多人都會站在那個正中間拍照 而且你走在那邊的時候 你還會看到一些當地的居民 真的會拿著袋子去撿那個銀杏壁 對 然後他們就回家 就是燒烤來吃 對 所以我覺得去日本其實 因為它四季很明顯 可以去體驗到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秋天銀杏 楓葉要去看 歡迎 在泰國如果你看大家開始在 準備錄影的東西 那就知道秋天來了 因為泰國人秋天的時候 喜歡去錄影 然後我們錄影地的收費 也非常的便宜 你在泰國一個人 他們是算人 一個人大概付五十到一百塊泰鎚 就可以去欣賞這種風景 對 你看很漂亮 所以這個是別人蓋好 已經搭好的 我們只要去住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自己搭的帳篷 都可以 廊區 他們你不想搭帳篷 我們會有 他們山上會有那個當地人 會拿自己的房子 小木屋 然後蓋成小木屋給觀光客住 給你看照片 然後你就是 價錢也不貴 一個晚上大概一千多塊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麼美的風景 很像在天秤上 太美了吧 然後你在床山 你就可以 一千塊 在泰國美的風景 一千 大概一千八個 對 太北美的風景 很漂亮 然後你走出來 你就可以看這麼美的 你看 你站在雲上面的感覺 太美了吧 真的很漂亮 在泰國的風景真的很難找 你要去 就是要秋天 然後去北上才會看得到 北看 然後我們晚上就喜歡吃 泰式燒烤 然後看個夕陽 我覺得 很享受 好的 可以去體驗一下 剛剛有聊到泰國可以去Camping 那我想要推薦的一個地方 是摩洛哥 那摩洛哥呢 我剛回來 然後呢 我覺得摩洛哥是一個 就是九月的時候去是最舒服 秋天去啊 他剛回來 九月 九月的時候 因為他們夏天超級熱 你不可能去騎駱駝 他騎駱駝的時間 其實就是九月開始 九月十月是最棒 現在是最好的旅遊季節 對 就是舒服的 所以就可以去騎駱駝 然後不會太曬 然後呢 就可以去看他的夕陽 然後重點是 我覺得 他這個是很特別 你可以睡在沙漠中 這是沙漠的飯店 所以他你在晚上的時候 他們那邊是沒有光害的 所以你可以看整片的星空 然後你也可以坐在外面 他們也會有一些 螢火的活動啊 吃東西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 我覺得很特別 就跟台灣 或是其他國家一點不一樣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 那種沙漠的 對 而且大家不要以為 就是沙哈拉 沙漠永遠都是四五十度 像現在九月分去 我剛回來 其實晚上的時候 其實是滿涼的 對 大概十九度二十度 晚上半夜的時候 然後真的是完全無光害 就像剛剛講的 就會看到 下面是駱駝在睡覺 對 然後上面是星星 你現在看到阿里巴巴 星星在陪著你睡覺 然後突然之間有一個黑影在動 大家都嚇到 結果發現就是一整群 十幾隻的駱駝 在那邊睡覺 很可愛 有奇妙的一個感覺 非常非常特別 所以今天推薦秋天去那個地方 現在就九月十月是最好 九月十月是最好 因為接下來 十一月十二月 太冷了 很冷 很冷 對 就太冷了 因為現在最好 很大 因為沙漠空曠的地方 冷起來很冷 對 OK 好的 我也要沙漠 講到美國 秋天到有一種食物 你看到就知道 秋天來了 也就是 南瓜 美國人非常愛南瓜 好 一個是吃的 可是另外一個 如果幾乎每一個人都會 Halloween 對 會買南瓜 就是因為 萬聖節的關係 對 所以帶回家 你可以用有顏色 筆 花花 或者用刀給他雕刻 可以雕出來一個人的臉 平常這是我們的習慣 然後他的頭 這個吐出來的那塊 就是他的帽子 那我想請問 美國人這麼愛吃南瓜 那個肉挖出來 全部都 我跟你講 難受害啊 美國人很奇怪的 就是 那麼多年我發現 其實美國人 不是那麼愛吃南瓜 蛤 妳們挖出來怎麼辦 我們浪費最多 對 這種應該是好看不好吃 這種不好吃 那個小小的造型而已 對 我跟你講 除非你是大手 你真的很會煮東西 才會知道 因為要處理南瓜 他的屁非常厚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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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厚 屁很厚 因為我們吃很多Pumpkin pie 可是美國人吃Pumpkin pie 都是超級市場買的 自己做的 妳是自己南瓜 你們不是都自己做甜點 做各式各樣東西 在做什麼Apple pie嗎 蘋果比較容易弄 有沒有 跟Pumpkin比起來 這是高手 我活到四十歲 是我第一次吃到 真人給我做 那 平常都是超市的 是機器人 平常都是機器人 所以你們在萬聖節的時候 到處都是南瓜 可是你們不是一直在吃南瓜 不吃南瓜 我們都煎好了 花好了 然後爛掉就丟掉 你們好浪費 你說那個肉都丟掉啊 對 全部丟掉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盛產 所以他們才有這種 這種真的很難吃 真的不好吃 這個不好吃 我在美國認識一個台灣媽媽 她自己就有很會煮菜 那種 她自己有好幾個孩子 所以從小她都習慣煮東西 所以我第一次吃到炒的南瓜 就是 是台灣的炒的 我媽媽 我那時候 我在澳洲的時候 把那南瓜挖出來 因為Halloween 我媽媽就把那南瓜拿來炒米粉 超好吃的 對 甜味有甜味 對不對 那個甜味跟米粉好搭 滿好的 很好吃 好可愛喔 去美國的話 我覺得冬天還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講到的 萬聖節的體驗 因為我之前特別挑了十月去美國 待了一整個月 然後為什麼我會挑這時間去 是因為我去LA 它不是只有比如說像環球影城 才有這種鬼屋 它是他們的鎮上 到處都有各式各樣的鬼屋 你可以去網路上查資料 然後它有一個限定的時間 你可以去參加 比如說這邊是那種殺人魔的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是那種邪靈的 可能是像鬼修女那種的 很多不一樣的鬼屋 然後或者是那種電影裡面的 情節的鬼屋 不同主題 每個地方都有地方性的那些鬼屋 但我覺得最好玩的 一定是環球影城 一定要去體驗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去環球影城的時候 他們在那一整個月 他會賣星光票 到凌晨五點的那種 裡面是真的鬼對不對 要天亮 什麼辣 那你夫妻 嚇死了 然後一直到凌晨五點 所以你可以晚上的時間再進來 而且走在裡面是 所有人都是精心打扮 最可怕的是 環球影城他們都有一個 遊園的系列的那個遊園車 他平常是帶你去看他們 平常拍攝的場景那些地方 可是到了萬聖節的時候 他們就把那個地方全部都撤掉 變成打造了兩個 然後呢 你一樣是上遊園車 但你上去之後 都沒有人會引導你 都沒有人會理你 然後燈會變很奇怪的燈 還把你載到一個 完全烏七抹黑的地方 然後呢 大家開車門的時候 你就想說我現在是要下車嗎 但在遠方就看到一個小丑 拿著氣球這樣 對 然後我是最後一個下車的 哇 真的超可怕 因為我一下車之後 我旁邊大概有七八個殺人魔 拿著電鋸 然後還有斧頭 追你 他不是說 他是圍著我一圈 然後這樣 娜娜 我在帶小人不能去 我被鬼霸凌耶 我當下我真的嚇瘋了 然後我蹲在地板上就說 那怎麼掙脫 Don't kill me 這樣子 怎麼掙脫 我朋友在旁邊也都說 Don't kill me Don't kill me 再來我就是用爬的出去 然後就是他們在拉我 從他們腳縫旁邊爬出去 然後他們才放過我 可是那中間那兩個小鎮呢 是他們全部獨立出來的 你看有沒有勇氣全部走完 因為你沒有這邊走完的話 你也不知道怎麼回去 你也不知道怎麼去原來那台車 但是他們中間都會有那種 緊急的逃生出口 大概每幾公尺就有一個口 就可以隨時離開 對 因為他怕你嚇死 好可怕 但是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非常 膽子非常大的人 我去那個園區啊 整個園區 走完 我沒有走完 你膽子大都走不完了 對 因為我最後我朋友就說 我還有兩個鬼屋沒去 我們要不要去 他就說 算了啦 我好像被嚇垢了 我今天被嚇累了 對 會尖叫會不好啊 就那個反應已經夠了 對 所以呢就是人家想說 我膽子很大 身邊應該沒什麼感覺 沒有 你繼續看 這樣子 沒有 我覺得 美國的鬼屋真的是 全世界最可怕 對 我們今天是在聊 秋天 對啊 對 聖節 對 聖節 聖節 十月嘛 對 想到半生 也就想到美國這樣子 對 真的很可怕 對 Erica 咧 然後舒緩一下心情 三角 奇異果 對不起 對 奇異果 對 奇異果 我要介紹的是 看到這個東西 你就會想到秋天 在紐西蘭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 紐西蘭的秋天 跟我們台灣是相反的 因為南半球 所以我今年在大概 五月份的時候 去一趟這個紐西蘭 我就發現他們有 各式各樣的奇異果 那一般的奇異果 我們知道有 金黃色的 綠色的 但是在紐西蘭 他們最近這幾年 有推出一個就是 紅色的奇異果 對 它就是寶石紅 Nubi Red 它真的切開 好像外掉喔 像一般奇異果 不是 它是像龍寶石一樣 龍寶石 像寶石一般的藥物 在外面 對 它怎麼不一樣 對 有什麼不同的甜 綠色 米黃色的甜嗎 對 米黃還甜 然後它會有一點 淡淡的莓果味 其實你看它這邊有寫說 Sweet like berries 它是有一點點莓果的味道 就那種蔓越莓 紅莓的感覺 然後它就是酸一點點 但是甜很多 可是它比較特別是 只有在四 五 六 月 這三個月才有 因為它就是秋天 秋天鮮定 紐西蘭的秋天 因為我去的時候 我就是到處都看得到 而且非常便宜 然後連飯店的Buffet 早餐一大堆隨便你吃 那我朋友在夏天的時候 就大概八月的時候 去紐西蘭 我就跟他說 你要記得去看 有沒有這個紅色 他說怎麼樣找都找不到 我後來上他們官網查 才發現就是真的是秋天 四 五 月 才有的水果 對 所以明年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去紐西蘭 看到紅色的奇異果 就叫秋天 吃到賺到 對 真的 紅色吃 哇 沒想到 因為我一直覺得 秋天是一個很短暫 它很迷人 但很短暫 沒想到 我每年秋天 一定都要好好過 妹哥 我都要去過一下 我覺得沒有想到 秋天五天聊了這麼多 對 而且沒有想到 泰國的秋天這麼的舒服 對 很棒 非常有趣 接下來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各位下次見 拜拜 訂閱 開啟鈴鐺 分享就見囉 好 好 好